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您先后前往雨水泵站 水利枢纽 检查保训工作 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要求做早 做时 做细 防训各项工作 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水乡客厅六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超百亿元 上海黄埔首个在历史风貌区的旧住房改造项目签约生效 所有居民原地安置 还将增加独立除位空间 北京突遭狂风暴雨 雷电 大风 冰雹三预警齐发 局地阵风达十二级以上 伊朗启动总统选举候选人登记 哈梅内伊会见叙利亚总统 双方详调继续加强合作 5月30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出席中阿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节会议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讲话 习近平宣布 中方将于2026年在中国举办第二届中阿峰会 中方愿同阿芳 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构建五大合作格局 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 跑出加速度 习近平指出 新世纪以来 中阿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方愿同阿芳发挥好峰会战略引领作用 持续推动中阿关系跨越式发展 中方将于2026年在中国举办第二届中阿峰会 相信这将成为中阿关系又一座里程碑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阿芳守望相助 平等互利 包容互建 紧密协作 把中阿关系建设成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标杆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样板 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典范 探索全球治理正确路径的表率 我在首届中阿峰会期间提出的 推进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 取得重要早期收获 中方愿以此为基础 同阿芳构建五大合作格局 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 一是更复活力的创新驱动格局 二是更具规模的投资金融格局 三是更加立体的能源合作格局 四是更为平衡的经贸互惠格局 五是更广维度的人文交流格局 习近平指出 中方坚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支持召开更大规模 更具权威 更有时效的国际合会 中方将继续为缓解 加杀人道主义危机和战后重建 提供支持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习近平最后指出 阿拉伯言语说 朋友是生活中的阳光 我们将继续从阿拉伯朋友一道 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团结共创 未来 让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大道 充满阳光 上海即将进入汛期 确保超大城市始终安全有序高效运行 必须切实增强 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把防汛工作做得更扎实 把城市安全防线住得更牢靠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基宁先后前往雨水泵站水利枢纽检查防汛工作 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对防汛工作进行再研判再布实再抓落实 陈基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增强优患意识 树劳底线思维 狠抓责任落实 做早做时做细防汛各项工作 以最充足的准备 最严密的措施 最细致的防范 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 今年训期降雨总量偏多 确保排水系统高效有序安全运行至关重要 陈基宁来到位于徐汇区的新龙水南路雨水泵站 听取我市排水系统运行和一体化调度工作汇报 了解泵站排水标准防汛排水和节流能力 叮嘱负责人要做好训期备站迎站充分准备 严格落实训期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 抓实抢险队伍配备和应急物资保障 确保关键时刻队伍拉得出物资功德上 加强泵站检查巡查 做好排水能力评估 找准薄弱环节 加快提升改造 补好设施短板 区域除烙工程是解决本市城乡内烙的重要基础设施 陈基宁来到位于敏航区的电东水利枢纽 检查泵闸运行情况 这一枢纽承担着区域防洪挡潮 排水除烙 水资源调度等综合功能 市领导听取工作汇报 了解电东水利枢纽 调节河道水位 除红排烙等作用发挥情况 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压紧压实责任 把问题梳理得更全面 把措施考虑得更周全 把工作做得更扎实 进一步突出实战实效 细化完善预案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及时有效应对汛情变化 随后 陈吉宁在市防汛指挥部 主持召开会议 听取今年防汛工作 和气象趋势预测汇报 同与会同志 深入研判防汛形势 调度防汛重点工作 陈吉宁指出 今年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要坚决克服麻痹大意 始终绷紧防汛这根弦 做好防大迅 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准备 突出关口前移 做好万全准备 确保安全度讯 要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加快各类设施间的贯通 加大场站网一体化调度力度 提高整体处置效能 要紧盯高空 地下 老旧 临时等 重点领域和关键部位 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做到问题不解决 排查布置 整改不松 用好城市运行 一网铜管等平台 提升及时感知 动态研判 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要加快应急物资储备 宁可备而不用 不能用时无备 针对性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确保经得起实战考验 要加快优化监测预警预报机制 细化颗粒度 提高精准度 滚动研判风险 加密预报频次 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 强化预报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 陈金宁强调 防汛责任重于泰山 要以强有力的责任落实 推动工作落实 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 严格落实代班制度 时刻关注防汛形势 亲自研究防汛工作 现场调度防汛难题 指挥体系要高效运转 统筹做好集中调度和充分授权 要支密支牢人民防线 把社会各方面更好动员起来 把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打牢 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能力 市领导李正 张小红参加 记者时政报道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五周年 也是示范区进入形态开发和功能开发 并重新阶段的关键一年 昨天 示范区核心区域水乡客厅的 六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建设 总投资超过107亿元 卖出了从搭框架到速功能的重要一步 随着第一根桩缓缓下降 地处无疆的水乡客厅科创学员正式开工 科创学员总投资约46亿元 建成后将聚焦数字经济 绿色灵碳等创新产业的研发应用 通过搭建技术成果转化平台等 汇聚创新资源和人才 同为水乡客厅一新三组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处清浦的创制引擎项目二期 也动工建设 总投资约43亿元 建成后将依托区域内数字新干线产业优势 打造数字科技和绿色金融集聚区 同时依托周边古镇资源和江南水乡基底 打造展演剧场新地标 我们这两块项目都是研发项目用地 是我们这个好风景转化为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在一年半到两年之间的时间内我们要实现竣工 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是这次集中开工项目中的重头戏 其中浦岗路东沿工程西起焚湖大道 东至沪青坪公路全长约4.53公里 我现在是在浦岗路东沿工程的施工现场 那么作为跨越师范区核心区水巷客厅一条东西巷的主要干道 浦岗路未来将连接青浦的金泽和吴江的分湖 大打缩短这里的交通通行时间 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浦岗路东沿工程建成后 将串联江南围田桑鸡鱼塘兰环等核心区域 青浦金泽镇到吴江坟湖区 从现在的车行15分钟将缩短至5分钟 此外同步开工的吴江分丘路和加善规划38路 也将进一步完善水箱客厅的内部路网体系 水箱客厅6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约107.78亿元 将推动区域内创新引领 生态治理 互联互通成效进一步显现 集中体现了一体化和高质量的特征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来推动 一体化监管等制度创新的探索 为更高质量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谢丹青 宝宝 与污水处置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总量大 分布零星 污染源复杂等特点 处置起来难度不小 上海依托植物与物理手段 目前正在试点打造迷你纯天然污水处置基地 有望破解这一难题 这里是位于青浦区的一处污染水处置试点基地 乍一看和农业园区没什么两样 实际上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颇有学问 当试验人员向河道倾倒污水时 系统会第一时间监测到 并启动污水处置进化流程 眼前滚滚涌出的就是来自河道的污染水 可以看到污染水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一个块面了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现场其实有一个T字形的隔离带 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是起到了一个缓冲的效果 可以降低流速 另外一个作用它本身也是一道过滤的体系 这个大块面就是第一道过滤系统 先让污染水在这里降低流速再进行沉淀 随后通过胶白 鼻气等停水植物 与砂石完成初级过滤 紧接着污染水会进入第二道天然过滤系统 这里种植着缩鱼草 它有吸附功能 总淡总林污染物是这些植物的天然美食 过完这一关 还有第三道以再丽花 昌浦为主的终极过滤体系 利用这个植物的一个吸附功能 然后把水体内的这个总林总淡然后吸附掉 我们的项目呢 每天可以处理1000吨水 相当于我们4万户居民的一个用水量 目前上海正在试点这一类投入小 产出大又就一定观赏价值和科普价值的水污染处置综合设施 未来还将进一步细化其功能 提升城市污染水的处置能力 记者陈毅报道 6月15号零点开始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调图之后 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690列 较限图增加205列 货物列车也增加了74列 新图车票将在6月1号起陆续开手 调图后 京广高铁全线将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 运输能力总体提升4.2% 全线安排停站上速度快 屡时短的标杆列车99列 较限图增加36列 辐射20个省级行政区 中西部地区列车开行结构也将进一步完善 郑州 武汉 长沙等城市间将增开标杆列车28列 压缩中部地区省会城市间时空距离 其中 新图首开太原至深圳动车组列车 进一步提升了中部地区城市钢铁列车的通达性 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方案也得到了优化 北京站首次开行经由金户高铁运行的动车组列车 可达上海 青岛 厦门等主要旅游城市 香港西九龙至广州东 深圳北站间 将分别增开动车组列车6列和4列 还将首次开行香港西九龙至张家界西动车组列车 促进香港与内地人员往来 此外 条图还优化了货运产品供给 新增铺华 重庆 武汉 义乌 广州等与德国杜伊斯堡 波兰 华沙间全程时刻表中欧半裂 保障国际供应链 产业链稳定长通 新图车票将于6月1号起陆续发售 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随着端午小长假的临近 出行高峰即将到来 铁路部门预测6月7号和8号将迎来旅客出行高峰 根据车票预售的情况 北京开往禁忌鲁豫等地区的火车票十分抢手 根据车票销售情况 假期首日 北京开往多个热门目的地的车票销售火爆 尤其是出发时间早 行程时间短的车次 目前热度最高的目的地集中在山西 河北 山东 河南等地区 从目前车票发售情况看 6月7号 济南 威海 烟台 荣城等方向的车票基本发售完毕 青岛 天津当日下午也比较紧张 6月8号的票还是比较充足的 出行高峰期 如果旅客没有购买到车票 建议可以使用12306后补购票功能 今年以来 铁路出行需求持续旺盛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 1至4月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3.7亿人次 同比增长22.9% 为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铁路部门采取了增开夜间高铁 动卧列车 朴素旅客列车等措施 同时 铁路部门积极推广计次票 定期票 旅游套票等新型票制服务 目前已有60条线路支持既次票和定期票 10条线路提供旅游套票 此外 铁路部门还加强了旅客乘降组织 优化了便捷换乘服务 目前全国已有120个车站实行便捷换乘 北京台报道 29号 深圳至维也纳国际航线正式恢复了 为旅客往返中欧提供了更多的出行选择 据介绍 该航线每周执行两班 单程飞行市场约11个小时 截至目前 深圳保安国际机场 开通恢复国际地区客运通航点超过40个 下一步还将陆续开通深圳至沙特利亚德 以及深圳至马来西亚 槟城等等国际航线 今年以来 受到多国免签政策的利好影响 以及多项便利出入境人员往来政策的出台 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 截至到5月29号 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 已经突破了200万人次 随着一名乘坐深圳航空ZH90094航班 前往泰国曼谷的外国籍旅客 办理完出境手续 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 截至目前今年深圳机场口岸入境人员超98万人次 约占出入境人员总量49% 其中受多国免签政策利好影响 入境外界人员约20万人次 约占入境人员总量20% 马来西亚 韩国 越南 新加坡等国人员占比较多 香港高等法院三名法官 昨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决 14名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 反中乱港分子罪名成立 当中包括梁国雄 黄碧云等人 根据媒体此前报道 此案共涉及47人 他们涉嫌组织及参与35家非法初选案 计划在立法会无差别否决裁案 迫使香港特首解散立法会及辞职 被控触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其中31名被告在审前认罪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22条 被告一旦定罪 若属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 需判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积极参加者需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他参加者需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东方卫视记者提问 香港35家非法初选案于昨天进行了裁决 各别西方国家对裁决结果说三道四 中方有何评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作出回应 香港是法治社会 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是基本原则 任何人都不能打着民主的旗号 从事违法活动并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执法和司法机关 依法履职尽责 惩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坚决反对各别国家借有关司法个案 干涉中国内政抹黑和破坏香港法治 水利部昨天发布通报 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 南方进入主汛期 水利部昨天通报了水汗灾害防御的相关的情况 据预测 今年气象年景较差 一些江河可能出现较大洪水 总体判断 今年主汛期6到8月 我国的汛情是汗烙并发 烙重于汗 暴雨洪水等极端突发事件 驱多驱广 驱贫 驱墙 治灾影响较重 从水性方面我们目前判断 在七大流域中 长江的中下游 黄河的中下游 淮河及伊河树河 海河流域的南西 张卫河和死亚河 松花江 辽河 泰湖 均有可能发生较大的洪水 在汗城方面 我们判断 内蒙古的中东部 河北的西北部 山西的北部 陕西的北部 宁夏 新疆的北部 广东的南部 广西的南部 海南 云南的中部南部 这个地方在主汛期 可能发生阶段性的干旱 针对汛情 水利部在汛前组织各流域管理机构 并会同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开展七大江河洪水调度和防御演练 通过模拟实战调度 完善防汛方案预案 5月份 我们相继组织开展了 2024年 长江 太湖 松辽 黄河 淮河 海河 珠江等流域 防洪调度演练 重点演练了雨水行 接测意报 数字蓝声 示意平台应用 留意洪水防疫水工程调度劫策 防洪工作部署等环节 提升了留意防汐协调联动和实战能力 昨天下午2点 北京出现强对流天气 狂风大作 短时急大风甚至达到了12级 树木被吹弯 一些树枝被强风折断 北京市气象台先后发布 大风黄色 冰雹黄色预警信号 天空昏暗 电闪雷鸣不断 狂风卷起 无数大雨滴杂落 在强劲的大风和雷雨天气下 行人都要双手握着雨伞 路边停放的自行车被吹倒 路上行驶的车辆打开了车灯 树枝在大风中不停摇摆 有的被强风吹断 甚至有树木被连根吹倒 受强雷雨云团影响 午后 北京地区 自西北向东南出现雷雨大风天气 局地有小冰雹 北京市气象台先后发布了 大风黄色 冰雹黄色预警信号 其中 门头沟 朝阳区 石井山区等地 出现了十级以上的大风 短十级大风甚至达十二级 下午 北京地铁13号线柳方站 至光西门站下行区段 还因降雨造成树木侵入县界 影响部分列车延误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下午三点半左右 紧急处置措施结束 树木入侵现场处置完毕 运营秩序逐步回复 截至下午四点 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3.4毫米 最大降水出现在防山南河 为27.3毫米 昨天17时40分 香港天文台发出了一号戒备信号 天文台表示 在距离香港约800公里内 有一股热带气泉 可能对香港造成影响 戒备将维持一段时间 昨晚 香港部分地区开始刮起大风 并下起了雨 不过仍有市民像往常一样 在夜雨中跑步 香港天文台昨天下午5点40分 发出今年首个一号戒备信号 预计位于南海中北部的热带低气压 将于今天白天 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至珠江口一带 并可能会稍微增强 天文台表示 将市企强度的变化和风力情况 评估是否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 今晚至于明天早 都是维持着一个超过250公里的距离 跟它相关的一些强风 是未普遍影响本港 随着雨带低低压靠近 小雨会增多和有几分内部 稍后的雨势会有几分大 而风方面 我们预计会吹黄温至清净的东 至东南风 稍后雷暗和高地 是暗中吹陈风的 香港天文台提醒 海面有涌浪 市民应远离岸边 即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并预测周日至下周初 天气仍然不稳定 有狂风暴雨和雷暴天气出现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看东方正在直播 稍后您将看到 哈马斯称 愿在以色列停止进攻加沙地带的情况下 与以方达成全面协议 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 伊朗启动总统选举候选人登记 哈梅内伊会见叙利亚总统 双方强调继续加强合作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30号晚上发表声明说 哈马斯愿在以色列停止进攻加沙地带的情况下 与以方达成全面协议 其中包括全面交换被扣押人员 声明称 哈马斯已向卧学方清除阐明立场 同时指责以色列利用谈判 为其军事行动提供掩护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与哈马斯进行了多轮谈判 但自去年11月达成短暂停火 并换取部分被扣押人员获释之后 再无新进展 今年5月7号起 哈马斯、以色列和相关卧选方 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停火谈判 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 停火谈判破裂 以军继续在拉法发动进攻 据以色列消息人士最近透露 以方将与本州就埃及和卡塔尔的新提议 与哈马斯重启谈判 由于伊朗总统莱西19号在直升机事故当中遇难 伊朗启动第14届伊朗总统选举程序 总统选举候选人登记活动 昨天开始进行 伊朗内政部长埃哈迈德瓦西迪30号宣布了 正式开始候选人登记的消息 根据安排候选人登记工作将截止到6月3号 为期5天 6月12号至27号开展竞选活动 总统选举将于6月28号举行 伊朗政府5月20号确认 总统莱西因直升机事故遇难 目前伊朗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 以代行总统职务 根据伊朗宪法第131条 如果总统在任期内去世 经伊朗最高领袖确认 由第一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 第一副总统议会议会议长和司法总监 将组成委员会 需在50天内安排新总统选举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昨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 叙利亚总统巴萨尔阿萨德 双方强调继续加强合作 哈梅内伊表示 加强伊叙两国关系非常重要 西方国家及其支持者 试图通过叙利亚发动战争 来推翻叙政府 并削弱叙利亚在地区内的力量 但没有成功 伊朗与叙利亚必须加强合作 以克服美西方对叙利亚施加的 政治和经济压力 哈梅内伊说 伊朗代理总统穆霍贝尔 将继续采取已故总统莱希的做法 加强两国合作 巴萨尔表示 过去三年来 叙利亚关系不断深化 双方在应对地区问题 包括巴勒斯坦问题上 均取得了进展 双方一致同意 要在各个层面 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 伊朗对叙利亚政府表示支持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昨天表示 一些北约国家近期释放 好战言论 蓄意加剧 而无紧张局势 这必将令他们自身付出代价 佩斯科夫称 北约成员国 尤其是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 近期力图推动俄乌冲突升级 佩斯科夫警告 北约国家正以各种可能的方式 挑唆乌克兰继续这场战争 他们的做法最终将伤害 他们自身的利益 一些西方国家 已就扩大原武武器使用范围 放松立场 美国政府两名高级官员 近日向媒体放风称 美方可能改变现有立场 转而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乌克兰方面一直呼吁西方国家 允许乌方使用外国援助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纽约一家法院陪审团昨天裁定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封口废案中有罪 特朗普被控的34项重罪指控 全部成立 量刑将于7月11号公布 他成为美国史上首位 被判有罪的前总统 纽约州检察官指控 特朗普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期间 委托私人律师柯亨 向燕心丹尼尔斯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 以免后者声称与特朗普 有染的桃色丑闻影响到选情 特朗普后续伪造商业记录 以律师费名义分期返还柯亨 垫付款项 以掩盖其违反纽约州 和联邦选举法规的行为 除了此案 特朗普还面临另外三项刑事指控 特朗普拒不认罪 声称针对自己的诉讼都有政治动机 据斯洛伐克媒体30号报道 日前预袭受伤的总理菲佐当晚出院 并回到位于首都布拉迪斯拉法的家中 菲佐接受治疗的罗斯福大学医院 当天早些时候发文说 菲佐的身体状况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以开始康复治疗 本月15号菲佐在斯洛伐克中部 特伦坎地区的遭到了枪击的受伤 随后被直升机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 枪手为一名71岁的男性 已经被警方控制 目前警方指控他蓄意谋杀未遂 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昨天公布上个月发生的直升机相撞事故的原因 称其中的一架直升机没有按照预定的高度和路径飞行 马来西亚皇家海军表示 事故发生时其中一架直升机没有按照预定的高度和路径飞行 而另一架直升机上机组人员的注意力 则集中在飞行路径的变化上 因此未能及时避免相撞 调查还显示 事发时两架直升机没有出现任何机械故障 所有机组人员健康状况良好 适合飞行 4月23号 在马来西亚霹雳州一处海军基地举行的 海军建军日彩排活动中 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坠毁 造成10名机组人员全部死亡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 昨天公布了2025学年的招生细则 韩国的39所高校医学院新学年招生总人数为4610人 是2024年的1.5倍 根据细则 2025学年 韩国全国39所高校的医学院招生规模 比2024学年增加1497人 总招生名额为4610人 其中首都圈高校为1326人 非首都圈为3284人 随后各所大学将对外公布招生简章 这将意味着韩国2025学年医学院扩招程序全部结束 5月24号 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审议通过了新学年招生计划 这也是27年来 韩国首次确认扩招医学生 韩国政府2月初发布医科大学扩招方案 遭到医疗界强烈抵制 大量实习和住院医生递交辞呈 霸诊离港 造成了医疗混乱 韩国政府坚持推进扩招计划 并呼吁离港医生尽快返港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因与法国全国疾病保险基金的协议谈判破裂 昨天法国制药工会联合会的药剂师 举行了10年来的首次罢工 30号当天 法国全国约90%的药店停止营业 一些地方还组织了示威游行 法国制药工会联合会的主要诉求包括 提高药剂师的薪资待遇 解决药品短缺及大量药店关闭等问题 法国制药工会联合会表示 10年间已经有2000家药店关闭 今年前三个月关闭了100家 而且药店关闭的速度还在加快 将导致农村地区买药更加困难 法国药店行业总共有13万名员工 近些年来 法国政府计划简化网上销售非处方销的方式 给实体药店带来压力 再加上通胀导致生活成本上涨 药剂师的生计受到影响 法国制药工会联合会一直呼吁 全国疾病保险基金上调药品价格 但未达成一致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月29号 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举办新闻发布活动 宣布中美开启新一轮大熊猫国际保护研究合作 天据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 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雄性大熊猫宝利和雌性大熊猫青宝 将成为新的友谊特使 两只大熊猫分别于2021年8月和9月出生于中国 其中 宝利为此前旅居华盛顿的大熊猫美乡和天天的后代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致辞中称 今年是中美建疆45周年 两国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合作 也将进一步提升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 谢峰还表示 电影《功夫熊猫》里有一句台词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全看你自己的选择 中美应该选择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 期待大家像关心大熊猫一样关心中美关系 为了迎接大熊猫的到来 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启动了场馆改造工作 增加大熊猫活动空间 中方专家今年上半年以三次赴美 开展相关指导和技术磋商 华盛顿民众也迫不及待 不少店家还推出了大熊猫主题的产品 提前营造起欢迎的气氛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上海黄埔首个在历史风貌区的 旧住房改造项目签约生效 所有居民原地安置 还将增加独立储备空间 上海动物园迎来渐圆70周年 动物种群不断壮大 大批新生宝宝登场亮相 欢迎大家在7点37分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 各位早上好 我是子龙 各位早上好 我是何清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昨天复兴中路565路 旧住房综合改造项目启动二轮签约首日 就迎来了百分之百签约生效 作为黄埔首个在历史风貌区推进的旧住房改造项目 创造了全市旧住房成套改造 居民参与度征询至签约生效时间 签约完成速度三项新记录 项目不抽不改造 却要实现居民们圆拆圆环 拥有独立除备的愿望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来看报道 一大早 徐东勤老人再次来到项目族办公室 最后确认一次自家的改造方案 徐阿姨家所在的复兴中路565弄 有三幢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不成套住宅楼 其中两庄为小梁保板房 结构很差 每家每户的使用面积只有10到15平方米 没为何用 大家日夜盼望着能够早日就改 去年黄埔区房管局对这里进行了 旧住房综合改造的项目调研 初步了解下来 因为地处黄金地段 居民们普遍的诉求很简单 希望能圆参圆环 然而小区位于横幅历史风貌保护区范围内 周围腾挪空间极小 要实现一户不抽 还要为每户增加独立储位 谈何容易 就相当于是罗斯克里做道场 因为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风貌保护区里面 那我们肯定都是要符合相关的一些城市 更新的一些相关条例 在有条件的地方 我们进行适当的贴货建 那这样的话 达到142户居民全部原地毁搬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 随后就开始了方案的反复打磨 设计方把建筑间距用到了规范的极限 一次次尝试 最终定下用填平建筑凹处 局部东扩 南侧大楼顶部加层的方式 在增加面积来做成套改造的同时 来满足一户不抽的改造需求 并把初步方案在居民一轮改造医院征询前就交了底 改造的方案 改造的路径 以及将来居民毁搬以后 这个房屋的大概的样子的项目 也和居民做了一个交底和沟通 所以说呢 对我们一轮二轮的成功啊 以及在一轮二轮这个时间上面 说的也是打好一个很好的基础的 另一难点则是 小区里老年人众多 原拆原改过程中要如何来过渡呢 74岁的独居老人王银根就非常支持房屋改建 但是困难也摆在眼前 对居民情况摸底后 项目在启动之初就成立了六个工作小组注点包片 每个小组由一名街道干部 一名居委干部加两名物业工作人员组成 紧要落实接单即半 独居老人过渡期间 找房甚至搬家的难题 他们也都主动揽到了身上 我们联系了周边的一些比较有资质的 幸运比较好的那些房产中介 那些租赁的单位 搬迁的话就是我们街道居委 也准备了相应的足够的人手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去帮我们 去完成这些事情 不要让老人在这个事情上 有些后顾之忧 通过西洋的四人一组的这样的一个专班 就是一户一户深入到居民家中 和他们去做工作 然后来解决他们心中的一些困惑之后 很顺利的把一户一户都进行了一个签约 经历了一遍遍的打磨 最终通过局部加层扩建的方式 来实现的成套改造方案 获得了居民们的普遍认同 设计方还承诺 改造后的楼房将家装电梯 增设地下飞机动车库 完善相关配套 签约率达到了100% 随着项目的签约生效 今年9月居民们就将陆续搬离这里 再过两年多 他们将重新回归故里 开启新的生活 1954年的5月份 上海动物园的前身 上海西郊公园正式对外开发 昨天上午 上海动物园举行了建员70周年活动 70年来 上海动物园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3亿人次 活动现场 板纳和康康美娜一起 以青铜雕像的面貌重新回家 对上海动物园来说 亚洲象是最大的名片 作为象公第二代女主人的板纳 与巴默在这里结尾抗力 相伴走过了46年 成就一段佳话 板纳和巴默在相公 一共繁殖了八胎小象 上海动物园开园70年来 累计接待游客超2.3亿人次 众多动物明星成为上海几代人的回忆 动物种群也从最初的30余种40多头 发展到如今的470种5000多头 其中一级保护动物近70种 二级保护动物近200种 并建立起华南虎 黑猩猩 斑嘴环企鹅 金丝猴 长颈鹿等50多个优势种群 灵长类动物是全员最具特色的动物种群之一 有着黑白条纹尾巴的环尾狐猴宝宝 吸引了不少游客 那两只小的差不多是3月份和4月份出生的 他们平时的话就是喜欢趴在他们妈的背上 然后有的时候呢是挂在那个胸前 斯大利人猿 大猩猩 黑猩猩 然后猩猩 墙壁猿 都是属于是全国只有我们一家动物园是都有 然后是都是成功繁殖的 春夏时节是动物交配繁殖的季节 除了环尾狐猴 还有大小羚羊 斑马 长颈鹿等 珍稀野生动物在这段时间诞生 最近两三个月 我们一共有三种动物 大概有10多头动物出生了 比如说大羚羊现在出生了有30头 斑马4头 还有一些小臀鹿 活动现场长三角动物园联盟正式成立 被誉为汉代时尚史诗的武良祠 早在1961年就与北京故宫敦煌高窟等一同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昨天武良祠画像中的汉代世界特展 亮相上海奉险区图书馆 桌公辅城王 孔子拜老子 荆轲刺秦王 展厅内一幅幅黑白踏片上简单的石刻线条 写取着真实生动的历史镜头 传承着先人闲适的精神风范 展览汇集了武良祠时刻画的数十件珍贵踏片作品 涵盖了62个精彩分成的画像故事 从神话传说 历史人物 社会生活三类 体现着汉代对人与人 人与神 以及人与万物关系的思考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武良祠 是我国东汉晚期建造的武士家族祠堂 其画像石雕工艺精湛 内容生动丰富 包罗万象 堪称汉代的百科全书 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及石雕艺术的真品 自宋朝起 就由以欧阳修 赵明成为首的学者 对武良祠展开深入研究 到了近代 更多中外学者纷纷加入武良祠研究的行列 探寻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此次展出珍贵踏片作品 体系完整 摩踏精细 是首次与深层观众见面 这次展出应该是说是62张踏片 全部是源于上海艺术品博物馆的一个馆仓 那么这套踏片是美国汉学家费为梅 赠送给我们中国建筑学家林徽英的一套踏片 然后后来有林徽英的后人捐赠给了上海艺术品博物馆 所以说这套踏片它的传承也是非常有序 非常宝贵的 展览将持续到7月30日 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近日一位市民在上海中环高架路上拨打110 向警方紧急求助 说自家婴儿不慎从床上跌落陷入昏迷 但是送医途中却遭遇到了大车流 警方随即调集沿线警力 接力为孩子打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从中环驶出后 家长就看到了手在扎道口的奇景 从指挥中心确认了车辆和人员信息后 交警立即拉响警笛启动送医 指挥中心又调派了周边多名警力 对十字路口的通行进行临时管控 就这样 每通过一个路口时都能看到接力的奇景 在为这辆送医的出租车保驾护航 短短5分钟后 送医车就到了卢定路儿童医院 在门口等候的另一名交警 接过孩子 一路向急诊室跑去 幸好送医及时 很快 急诊室里又传来婴儿的哭啼声 此时 孩子母亲揪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激动的向民警不断道谢 最终经过院方的救治 婴儿目前已无大碍 记者连缠报道 近年来 网络直播带货火了之后 一些不法分子也描到了新机会 假借走私货的名义售假 近日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就对起直播间的售假案提起了公诉 像这样的话术 在这个直播间每天都会上演 一些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就会信以为真选择下单 但实际上 这些主播所谓的走私货 其实就是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在当地商贸城收来的冒牌货 我们当地有一个商贸城 它那有档口就全部都是卖这些假货的 然后我就过去那个收的尾货 就是直接就是按一堆多少钱 因为是尾货 就是它给我啥 我卖啥 它的品类和品牌其实很多 设计的品牌有国际大牌 像LV啊 固执啊 这些都有 包括国内的一些品牌 它也都有 那么设计的品类的话 包 衣服 化妆品 香水 眼镜 包括连锅碗瓢盆都有 直播期间 王某某还招募了陈某某和张某某 担任主播和直播助理 协助其推销各款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目前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已对王某某 陈某某和张某某三人 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起公诉 记者刘晨报道 有关于长三角区的更多消息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第七届进博会企业展签约面积已超30万平方米 将首次设立新材料专区 目前确定在新材料专区首秀的 有来自美国 日本 德国等多个国家的 14家世界500强和龙头企业 此外还有一些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企业 2024年上海市文化创业产业推进工作会议举行 会上表彰了第二届文创上海创新创业大赛的 大家获奖企业 会议透露去年上海文化创业产业规模达2.34万亿元 增速7% 支柱地位不断夯实 呈现回升向好态势 现代书法转型的代表人物之一 赵冷阅书法大展 在上海自贸实验区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开幕 此次展出的近40组末宝 主要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 为首次公开展示 而自贸区艺术品平台也将借由现代书法的首秀 助力更多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去 安徽立新电厂27500千伏送出工程建成投运 这也是安徽省今年首个投运的500千伏迎风度下电力保工工程 线路全长跌67.9千米 工程投运后将满足满西北电网负荷增长需求 提升供电可靠性 为安徽电网今年迎风度下提供有力保障 如同苏湖城际铁路跨护苏湖特大桥156号吨 启动转体施工 重约8000吨的大桥 在旋转51度后顺利到达设计对接点 创造了这一城际铁路转体桥的最大分位记录 如同苏湖城际铁路线路全长约64.8公里 建设工期60个月 项目建成后将串联长三角地区沿海发展带 沿江发展带和沪宁发展带 为期五天的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在浙江杭州开幕 吸引了来自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 2100余家企业和机构参加 在内容上涵盖经典品牌 热门IP潮流周边 破圈平台等不同类型的国内外动漫作品 14万余见 好 下面有请姜波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抱天下 姜波 好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抱天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这篇文章 让两面人无处遁形 近日媒体报道了四川省南充经济开发区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经理葛学强 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例 他是功成名就当官发财都想要 但是又不想落人口舌 于是便精心打造人设 台上台下切换角色 沦为两面人最终还是被撕下了伪装 懊悔莫及 文章对此评论说了 细究这类两面人的心理啊 并不是他们完全不懂技法不知敬畏 无非就是石得破忍不过 内心的贪欲超过了对技法的敬畏 不过再精致的人设也有崩塌的一天 徒留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笑柄罢了 一个人可能在某个时刻欺骗所有人 也有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某些人 但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 党员干部需谨记 对党忠诚表里如一 是立身从政之本 摒弃两面人 争作老实人 才是行稳致远的正道探图 来看一下经济日报的这篇文章 近年来随着人们旅游热情的持续高涨 古镇旅游成为了热门的选项 一股仿古之风悄然兴起 然而事与愿违啊 很多仿古镇却是经营冷淡 门庭冷落 文章对此评论说了 这种同质化的仿建 让古镇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和魅力 就如同流水线上的产品缺少了灵魂和神韵 真正的古镇不仅是建筑之行 更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传承 而仿古镇如果说只追求了外在的形似 而忽视了内在的神似 又如何能够吸引游客的目光 触动他们的心灵呢 所以说啊 因地质疑是仿古镇建设的首要原则 强调规划设计是仿古镇建设的关键环节 突出文化特色是仿古镇建设的核心要求 而强调规范管理是仿古镇持续发展的保障 来看一下南方都市报的这篇文章 日前广东省司法庭官网发布了相关条例明确了 对建议勇为伤亡人员和建议勇为事迹突出人员的 额外一次性奖金标准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 对事迹突出但无伤亡的获得建议勇为称号的人员 给予奖金以扩大奖励的范围 文章对此评论说 那些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的建议勇为之人 值得社会的敬意和褒奖 建议勇为所体现的无私无畏精神更是无价的 特别是世纪突出但无伤亡的建议勇为行为 此番同样纳入一次性奖励范畴 这也说明了政府对建议勇为精神的褒奖 并不是以是否受伤甚至死亡为前提 让一次性奖励金在抚恤之外更是体现出了褒奖和鼓励的属性 不要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需要的不光是社会陈情还有陈甸甸的政府责任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正观快评的这篇文章 文章说了近日广东一网友发布视频吐槽说 他有一天借了一个来电品牌的充电宝 可没想到归还的时候麻烦了 跑了50多公里都没有找到一个有空余的机器 还不了了 一怒之下他把这个充电宝就给砸了 这件事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可没想到更让大家难以理解的是 这件事发生以后来电科技高铁专线一名客服人员对此表示说 如果你借充电宝担心借了之后归还不了 那我推荐你最好不要借 还还同时他还支招说 如果你真的租借了充电宝最好啊 不要带走就在充电宝的这个租借箱 旁边使用以便直接原地归还 如果机器被塞满了 自费邮寄归还 你看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文章说了 共享充电宝本就是旧旧所用 消费者怎么能够在借的时候兼顾到方方面面呢 充电宝归还的难题怎么就可以这样随随便便 就抛给了用户呢 如此曲折的归还经历让人不禁怀疑是商家的营销套路 是不是他们就故意设置障碍使人无法按时归还呢 是不是就想以扣押金的方式变相的把充电宝都卖出去呢 共享单车也好 共享充电宝也罢 其生存之道在于消费者对其安全性和便利性的信任 否则共享便共难 终将是会被市场淘汰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中国青年报的文章 中国统计年间2023显示 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的人数 共计是683.5万对 比2021年减少了80.8万对 另外202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是28.67岁 比2010年平均初婚年龄24.89岁 推迟了3.78岁 那么在婚恋问题上 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表现得这么不积极了呢 文章分析评论说 大学扩招和人口结构问题是影响青年不婚晚育的客观因素 年轻人在校受教育年限越来越长 不可避免的影响了他们步入婚姻的时间 另外试婚人群规模的收缩性别结构失衡 也在客观上导致了当前结婚人数的不断下降 还有就是现在互联网上负面的声音不断被放大 出轨家暴等有关婚恋的负面新闻被频频曝光 让人们害怕了去结婚 还有工作学习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社会社交圈的固化等等 都使得很多年轻人处于了单身的被动状态之中 好了 这一段爆联下内容就得先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 好的 感谢江波 看东方正在直播 稍后您将看到 RCEP生效以来上海享会进出口总值近1400亿元 海关推出福利包确保企业最大限度享受开放红利 高考下周开考公安交警开启护航模式 一校一测制定送考停车方案 为考生提供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 最高法发布指导性案例 初中生持刀反击15名霸凌者被认定正当防备 小林制药事件持续发酵 暴露日本食药品行业双重问题 专家详解损害肾脏成分如何产生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早晨8点钟 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 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 看东方 各位早上好 我是子龙 各位早上好 我是何清 上海今天应有时有震雨 今天下午转阴道多云 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 明天多云 偏北风3到4级 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 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4度 明天的最低温度是19度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作为全球最大自贸区 RCEP协定落地生效两年多以来 上海关区享贿进出口总值 接近1400亿元 税款减让累计达到17亿元 双双稳居全国首费 为推动企业享贿利用率进一步的提升 上海海关昨天为上海自贸区多家企业送上RCEP享贿福利包 确保企业最大线路享受到开放红利 进一步构筑开放发展优势 在外高桥保税区 EPP医疗器械模组正从越南申报进口 贴上中文标签后 它们将进入到国内各医疗机构 不过该医疗器械虽然从越南进境 但原材料并不是越南生产 无法享受中国东盟的协定税率 上海海关了解到原材料是来自RCEP成员国后 专门为企业提供的一对一享贿申报指导 去年企业仅此一项 节约的税款就达到了2500万元 指导企业是适用了协定里边的累计规则 把同为成员方的相当于是生产的货物 视为同一个整体来计算 RCEP有效整合了中国与东盟 韩国 澳大利亚等组织和国家 之前签署的双边自贸协定 在实践中 某一个具体商品 往往可以适用多个协定税率 如何帮助企业最大限度享受到开放红利 上海海关为自贸区来自设备制造 冶金 化工等行业的12家企业 送上RCEP享贿福利包 把企业能够享受的最优税率和商品详细罗列 推动企业享贿利用率进一步提升 这个税率降低的具体的这个幅度 这个百分比都写得很清楚 对于我们企业的实操是比较方便的 今年我们争取要提高这个利用率 看看我们是不是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 这个福利包里面的那个优惠政策 影响尽想扩大我们的那个享贿的那个范围 据统计 今年前四个月 上海海关累计受理RCEP享贿进口货物货值超140亿元 税款减让达3.8亿元 双双位居全国首位 同比增长幅度也均超过50% 下一步 上海海关还计划将福利包推送给更多企业 探索在单一窗口申报端实现RCEP享贿信息自动提示 持续扩大企业享贿规模 记者沈春琛报道 5月27号 上海出台了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组合权 其中对自贸区连港芯片区 以及嘉定 青浦 松江等六个行政区 提出了进一步差异化的举措 包括像可购房范围扩大 二套房首付比例更低等等 那么新政落地以来 这些地区的市场反馈如何呢 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这里是嘉定局员和硕路上的一个新盘手楼处 下午一点 家在杭州的佟女士夫妇特意赶来 计划为在上海工作的儿子下单买房 其实这是夫妇俩第二次来看这个楼盘了 此前因为儿子的社保还没缴满五年 想买也没资格 这次新政出台 社保年限五改三 夫妻俩终于下定决心 就相当于就把我们的日程度可能调起来了 原来呢可能我们就观望为主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先就先跑过来 据介绍这个新盘去年10月开盘 目前已经是第三批房源 主力户型是总价在400万左右的中小户型 房产新政出台后 首套房首付比例降到两成 实实在在降低了购房门槛 对于购房者来说的话 他可以节省 像10%的这样一个首付款 确实实实在在能缓解老百姓 这个一个购房的一个首付款 这样一个压力 楼盘方面透露 新政出台前日成交量为1到2套 而这两天每天都能卖掉4、5套 所有房源的去化率已超8成 新楼盘咨询成交攀升 二手房待看量也显著增加 在家定仙城白银路上的这家房产中介 负责人告诉记者 新政出台后 预约看房的客户明显上升 即将到来的双休日已经基本约满了 星期六星天基本都约满了 整体代看量是肯定是 相对之前翻了大概有几倍 印内人士表示 新政出台不仅能更好满足居民多元化居住需求 也提整了楼市信心 市场对未来几个月 二手房成交量的回暖趋于乐观 28号晚上深圳发布最新楼市政策 从29号起 首套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 由原来的30%调整为20% 二套最低首付款比例 由原来的40%调整为30% 新政落地给市场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来看报道 明安是深圳某新楼盘的销售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 新政出台后 整个销售部门的同事都在加班加点工作 一直忙到深夜 至少要接待100批以上的客户看房 七点以后我们就报了四单 其中有两单是空中转账 客户没有过来直接就定了 两单 三单 四单 这都是深夜 报出来的单 之前客户比较犹豫的 昨天政策一出来以后呢 就开始很着急 那今天的预防 就是接待量 也是比起昨天和前天来讲的话 要增加了一倍 记者看到梁女士的时候 她正在签约 成为新政落地后 第一波购房的客户 她告诉记者 自己之前一直就有购房需求 但她的预算 只够在深圳非核心区域买房 新政落地 一早 她就赶到深圳南山区 购入她家庭的第一套房 三成的时候 首付款要在298万 现在是199万 等于说直接 首付款直接少了100万 除了下调最低首付款比例 记者了解到 此次政策调整后 深圳首套住房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 由原来的3.85% 调整为3.5% 二套住房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 也由原来的4.25% 调整为3.9% 比之前 之前三成首付 少了100多万的首付压力 每个月增加3000块钱 对我们来说压力也还好 也还好 可以承受 2024年上海高考 下周五就将开考 往年总有一些考生 因为紧张 出现一些小状况 比如说跑错考场 忘带准考证 为确保所有考生 能够顺利的参加考试 昨天上海公安交警 已经陆续的开启了 护航模式 成立高考护考队 一笑一测 制定送考停车方案 对急需用证考生 提供身份证办理 绿色通道服务 长宁新华路派出所的综合窗口处 一张写有2024年高考考生 临时身份证绿色通道的提示 被张贴在显眼处 民警提醒 一旦遇到身份证到期 或是损坏丢失的情况 考生可以前往就近的派出所 申请加急办理 目前临时身份证已经开通 全国通办 本市顾级考生 可以在申领身份证的同时 就近到配备临时身份证 制作设备的派出所 申请补领 并且同步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 外省市户籍考生 在本市任意派出所申领身份证 经户籍地公安机关审核签发后 可在同一受理点 申领临时身份证 临时身份证是当场受理 当场审核 当场制作 立等可取 它的作用跟正式身份证 其实是一样的 就有效期是三个月 在试三女中考点 民警正根据周边道路交通情况 规划高考临时停车位 学校所处的江苏路 南连延安高架 北街北恒通道 日均车流量超过两万辆 高考在即 对于开车送考的家长来说 车停哪儿是一件糟心事 我们这边开放了江苏路东侧 吴丁西路至渔苑路这个区域 作为临时停车位 我们预估大概可以停70辆私家车 而在华东师范大学 附属天山学校考点 民警通过与相关部门协调 将原先校门西侧道路夜间以及节假日收费的停车位 免费供家长送考停车 那我们当天在高考的时间呢 首先是开放一侧 如果一侧停车达到饱满的情况下 我们会适情开放另一侧 同时呢 我们积极与周边的小区和商圈进行协调 用他们的车位来缓解当日的停车压力 需要提醒的是 这些高考临时停车位 每场考试开考前一个半小时 至考试结束后半个小时内 允许考生家长在指定区域内停放车辆 常宁警方还成立了高考护考队 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 将在各个考点周边不间断巡逻 为遇到突发状况的考生或家长快速排油解难 对于各类侵扰考试进行的违法行为 护考队也将严厉打击 对那些大功率摩托车和大型货车 会影响英里听力的进食外围分流 如果查出有按喇叭的现场 我们有一例查出一例 2024年的中高考即将拉开帷幕 连而来广西南宁高新公安分局组织警力 开展辖区治安的环境整治 发现噪音扰民行为及时劝阻 为广大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的备考环境 5月28日晚上9点 记者跟随民警来到高新大道 来鹰鹿湖小区周边进行巡逻 在小区附近的一处广场上 有市民正在跳广场舞 音量有点大 民警立即上前进行劝阻 随后民警又来到附近的餐饮店 超市等场所 逐一向商家们说明情况 希望大家主动降噪静音 在跟随民警巡逻劝导的两个多小时里 记者发现大部分商家都积极配合 警方表示近期将持续对辖区学校 小区及周边场所开展安全检查 对夜间噪音进行管控 为申申学子安心备考报家护航 临近高考期间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有相应的巡逻工作人员 烧烤摊或麻将点 那些声音比较大的那些进行相应的提醒 南宁台报道 为了给高三学子接好运 近日武汉武钢三中学生食堂 推出了985双一流套餐 那其中985套餐每份9块8毛5 双一流套餐每份11元 全力以赴加油高考 武钢三中的高考加油套餐有两种 其中985套餐包含一煮婚 一配婚 一素菜和一杯酸奶 211套餐则在985套餐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份水果 我拿的是985套餐 我觉得这个是对高三学子的一种激励 然后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这个饭菜的搭配很合理 比较的经济实惠 然后味道还不错 第一价格很便宜嘛 第二个可能高考了就图个寓意好吧 高考加油套餐推出后颇受学生喜欢 该窗口也成为学生食堂最受欢迎的窗口之一 高考嘛大家可能在情绪上面 各个方面也比较紧张 而且这个学习也抓得特别紧 所以就是说利用刚好大家吃饭的这样一个建议 有这样一个活动 让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也进行一个简单的调节 让他们在高考中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挥吧 高考临近了河北省衡水市的各个高中 在安排好高三学生复习备备考的同时呢 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趣味解压活动 帮助孩子们愉悦身心 轻松演考 在武艺中学 老师陪伴学生放风筝 滋水枪 玩解压球 恒水十三中开展了拼劲十足的拔河比赛 惠龙中学的学生们玩起了 童心鼓 汉地龙舟 淡鼠跳 冀州中学则精心设计 手牵手 抓食指 罗伯敦等一系列活动 同学们畅快淋漓地参与其中 放松自我 减轻压力 各学校在组织活动中 注重科学设计 身心坚固 让同学们的身心得以休息 领考信心得以增强 新华社报道 那眼下呢 不仅应届考生和家长们正在迎届高考 而不少商家也为高考而忙碌着 高考经济在逐渐的升温 记者在走访当中发现 一些商家围绕着考生的衣食住行 深挖高考经济 推出了像祈福文具 祈福水果大礼盒等等考试的限定产品 在泰州市区莲花四号区附近的一家文具用品店 记者随手拿起一款红色包装的文具套装 里面包含一副多功能套尺 两支中性笔 一支图卡笔 一块橡皮和两根替换笔芯等 店主介绍 这是特意为考生准备的一款考试限定产品 而在另外一家文具店 当记者询问是否有高考文具时 店主当即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红色礼盒 打开盒盖 上面十年磨砺不负韶华 心想事成 十二大字立即跃入眼帘 记者注意到 礼盒内的文具基本涵盖考生在考试时所需 但就产品本身而言 与普通零售文具并无明显差异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为了让考生讨个好彩头 不少商家还推出了祝烤水果大礼盒 市区海陵路一家水果店内的货架上 就摆放着不少红色大礼盒 就两到三百 这是大部分人会选择的 据店主介绍 祝烤水果大礼包里的水果 一般会有火龙果 蹄子 羊梅 芒果等 以往每年高考期间 考点附近的酒店 宾馆 一般都会推出高考房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 今年高考房的订房大战 基本于一个月前就已经开启了 记者在店内的标价牌上看到 不作为高考房的普通大床房 售价不到三百元 那么对于商家们推出的多款 博好彩头的考试限定产品 家长们持有怎样的态度呢 在心理专家看来 家人过多的送这类商品给考生 反而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在高考到来之前 为考生创设一个心理上的平和环境 让他们体会到一种轻松与宁静 对考生的心理健康 以及考场发挥 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 临近了端午节 在广东东莞 富有当地特色的纯手工果蒸粽 迎来了产销旺季 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 作为当地特色美食 传统的果蒸粽 也迎来了出口热潮 在广东东莞 查山镇的一个食品企业仓库 一批刚刚打包好的粽子 正在接受海关人员的检验 这批粽子将在几个小时后 在香港上架销售 已经出了两批 一共是13吨左右的粽子 到了香港 今年的话呢 整个订单量的比去年同期 应该是有所增加 我们目前这个粽子 出香港了 今年的话 大概在货值在136万左右 然后比去年同期的话 增加了8%到10%左右 记者了解到 选用海外特色食材 结合传统工艺制作的果生粽 受到了海外消费者的欢迎 数据显示 今年1至4月 黄浦海关 共监管出口粽子 92.55吨 同比增长120.07% 我们在强化日常监管的同时呢 还为粽子 这种应急食品的出口呢 专门是提供了绿色通道服务 实现了粽子等应急食品的出口呢 随道随减 通关零延时 今年4月份 东莞市呢 出口粽子16.47吨 同比呢 是增长了4.1倍 昨天 广东佛山 湿山镇 迎来了首场 女子龙舟赛 12支 女子龙舟队 徽奖 竞渡 迎端舞 挥奖 竞竹迎端舞 乘风破浪 斩英姿 佛山市 湿山镇 首次女子龙舟赛 是12人龙舟200米 直到竞速赛 通过今天的这种 12人的标准龙的比赛 也是一种新的风景 将来可能我们可以 这个家庭赛 可以亲子赛 可以男女 这个混合赛 此次活动 旨在弘扬本土龙舟文化 打造特色文旅品牌 促进文化和发现 湿山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全面弘扬 奋发有为 团结拼搏的 湿山龙尸精神 深化城市 湿山精神内核 通过激烈的角逐 最终湿山女企龙舟队 获得了金奖第一名 佛山台报道 看东方正在直播 稍后您将看到 最高法发布指导性案例 初中生持刀反击 15名霸凌者 被任地正当宝贝 水利部通报 6月1号起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今年极端天气 可能更加明显 最高人民法院 昨天首次发布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专题指导性案例 其中包括一件 因学生霸凌 而引发的正当防卫案例 被告人 14周岁的江某某 被15个同学 在学校厕所霸凌 三人被江某某用折叠刀捅伤 法院最终认定 江某某防卫使用的折叠刀 并非是管制刀具 而对方多达15人 双方实力悬殊 江某某情急之下持刀自卫 在手段上合乎情理 且有所节制 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所以被认定正当防卫 除了这个案例 最高法这次发布的 这批指导性案例 还回应了 虐待未成年家庭成员 违法向未成年学生受酒 婚内监护权 隔代探望等 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统一了泪案裁判尺度 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了 未成年人获取信息 休闲娱乐的重要的渠道 不过网络在拓宽孩子们 学习生活空间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些争议的问题 比如说 未成年人 被着家长进行充值打赏 这些钱能返还吗 社交软件里的 未成年人模式 形同虚设 平台是否要为此担责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案例 11岁的圆圆 经常在放学后 使用奶奶的手机学习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下载了一款连麦APP 也就是语音交友应用 用奶奶的手机号 注册登录后 圆圆深深的着迷了 整个软件就是一个连麦APP 在APP中有不同的聊天室 通过不同主题的聊天室 陌生人之间可以连麦进行唱歌 包括发言等 你这个就是 当时是到底好玩在哪的 这个软件 这个可以升级 然后可以聊天 升级了之后 有什么好处吗 有表情 除了可以连麦社交互动 这款APP上 还有各式各样的虚拟礼物 圆圆就经常充值购买虚拟礼物 送给平台内的好友们 直到有一天 圆圆的爸爸发现 女儿使用的手机中 多了这样一款连麦社交APP 一番询问之下 才发现事情不对劲 经查询 2022年7月至9月 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 圆圆陆续向这款APP 充值了一万多元 之后 圆圆爸爸向运营这款APP的 科技公司提出了退款申请 但却遭到了拒绝 于是 他将科技公司速至法院 要求对方返还钱款 在圆告方看来 圆圆是未成年人 尚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两个多月的时间内 充值金额巨大 与其年龄 智力明显不相适应 圆圆的这些行为 未经监护人同意追认 属无效行为 被告科技公司 应返还充值款 不过 被告方认为 圆圆进行充值的账号 注册人为圆圆的奶奶 无法证明充值行为 是由圆圆做出 且充值兑换的礼物 已经被全部消耗 相当于科技公司 已经完整履行了服务内容 没有返还义务 不仅如此 被告科技公司还主张 他们开发了青少年模式 供用户使用 孩子的充值行为 是缺乏监护人监管导致 公司不应为此担责 那么 被告公司所说的青少年模式 实际使用情况 又是怎样的呢 法官下载了涉案APP 并尝试设置 青少年模式进行体验 办案法官发现 涉案APP 虽然设置了青少年模式 但模式开启后 却只能停留在设置界面 根本无法使用 只有关闭青少年模式的选项 可以点击 这个软件它设置了 所谓的青少年模式 或者未成年模式 但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发现它打开未成年模式 它是一个 事实上是一个虚假的未成年模式 没有真正的未成年模式 可以使用 那除了形同虚设的 青少年模式之外 这办案法官还注意到 在涉案APP的聊天室的页面 用户点击送礼物按钮 就可以非常轻易地 发起充值送礼物 也无需进行实名认证 仅在提取礼物收益时 才需要实名认证 那么圆院的充值 是否可以退回 各方在此案中 又该分别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法院审理认为 综合考量 涉案账号的使用情况 可以认定 该APP使用者是圆院 且充值打赏行为 也是由圆院做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追认 但是可以独立实施 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或者与其年龄智力 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法官解释 本案中 圆院的家长 对其充值消费的行为 不知情 不同意 事后不予追认 且充值消费金额 一万多元 不属于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年龄 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 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因此 原被告之间的 网络服务合同 当属无效 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 被告公司 应当返还全部的充值款呢 那在返还的过程中 我们也平衡了 双方的过错情况 比如说我们考虑到了 软件在未成年人模式设置 以及未成年人身份 识别机制方面 存在一定的问题 因此 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同时 圆院的父母 作为其监护人 没有很好的去监护 圆院的用网行为 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过错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科技公司运营的 连卖APP 在界面设置 内容提供上 对未成年人 具有较大吸引力 在可以轻易发起 充值等 网络消费行为的情况下 该APP 应当依法依规 设置未成年人模式 建立配套 未成年人身份识别机制 但该APP 未成年人模式 虚假设置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形同虚设 某科技公司 应当为 未尽到合理管理义务 承担责任 同时 圆院的家长输于管教 导致孩子长时间 使用该APP 发生多笔充值交易 也存在一定过错 北京互联网法院 依法判决某科技公司 退还充值款 5500元 一审判决作出后 被告科技公司 不服提起上诉 后经二审法院调解 当时双方就赔偿金额 达成和解 原告撤回 对被告的起诉 未成年人充值 网络游戏之后的 退费问题一直以来引发广泛的关注 中国互联网协会日前发布了 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服务消费管理要求 征求意见稿团体标准 为解决未成年人游戏消费退费纠纷 提供了参考 记者检索在线投诉平台发现 涉及未成年人充值游戏的投诉 有数万条 在涉及未成年人网游充值退费问题上 各主体之间围绕退费责任等问题 发生冲突 一方面 个别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 对推动网络游戏防沉迷工作 心存侥幸不严格 导致大量未成年人成功重置 另一方面 也存在一些监护人对个人身份信息保管不善 甚至主动为未成年人提供成年人身份信息的情况 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划分了 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和监护人的相关责任 最终体现在退费比例上 比如说 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 如果没有按照国家规定 接入统一实名认证 对未成年人实名的用户 进行献充 将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 监护人通过多种或多次行刑 破坏防沉迷成果的 比如主动帮助未成年人 人脸识别 放任未成年人长期消费 一个家庭多次申请退费的 将加重这个责任 甚至承担百分之百责任 据了解 这一管理要求属于团体标准 本身并无普遍强制性 需要行业积极参加主动遵守 退费申请人 如果和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 无法达成一致的 双方协商后 可将有关退费申请 移交给中国互联网协会 调解工作委员会 或平台设立的调解委员会 进行处理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水利部昨天发布通报 6月1号起 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 南方进入主汛期 水利部昨天通报了 水旱灾害防御的相关情况 据预测 今年气象年景较差 一些江河可能出现较大洪水 总体判断 今年主汛期6到8月 我国的汛情是旱涝并发 涝重于旱 暴雨洪水等极端突发事件 驱多驱广驱贫驱墙 质灾影响较重 从水性方面 我们目前判断 在七大流域中 长江的中下游 黄河的中下游 淮河及伊河树河 海河流域的南西 张卫河和死亚河 松花江 辽河 泰河 均有可能发生较大的洪水 在汉水方面 我们判断 内蒙古的中东部 河北的西北部 山西的北部 陕西的北部 宁夏 新乡的北部 广东的南部 广西的南部 海南 云南的中部南部 这个地方 在主性级 可能发生阶段性的干旱 针对汛情 水利部在汛前 组织各流域管理机构 并会同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开展七大江河洪水调度 和防御演练 通过模拟实战调度 完善防汛方案预案 五月份 我们相继组织开展了 2024年 长江 太湖 松辽 黄河 淮河 海河 珠江 等流域 防洪调度演练 重点演练了 雨水行 街称一报 数字蓝声 四亿平台应用 流域 洪水防疫 水工程 调度劫策 防洪工作部署 等环节 提升了流域 防汛协调联动 和实战能力 昨天下午两点 北京出现了强对流天气 狂风大作 短时 急大风 甚至达到了12级 树木被吹弯 一些树枝被强风折断 北京市气象台 先后发布了大风黄色 冰雹黄色预警信号 天空昏暗 电闪雷鸣不断 狂风卷起 无数大雨滴杂落 在强劲的大风 和雷雨天气下 行人都要双手握着雨伞 路边停放的自行车被吹倒 路上行驶的车辆 打开了车灯 树枝在大风中不停摇摆 有的被强风吹断 甚至有树木被连根吹倒 受强雷雨云团影响 午后北京地区 自西北向东南出现 雷雨大风天气 局地有小冰雹 北京市气象台 先后发布了大风黄色 冰雹黄色预警信号 其中门头沟 朝阳区 石井山区等地 出现了十级以上的大风 短十级大风 甚至达十二级 下午 北京地铁13号线柳方站 至光西门站下行区段 还因降雨造成树木侵入县界 影响部分列车延误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采取 紧急处置措施 下午三点半左右 紧急处置措施结束 树木入侵现场处置完毕 运营秩序逐步恢复 截至下午四点 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 三点四毫米 最大降水出现在 房山南河 为二十七点三毫米 今年广州入训之后出现过三次特别严重的暴雨过程 全市的平均累计雨量达到1109.8毫米 破历史同期雨量的记录 四月份累计雨量是669.2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多了219.1% 根据最新的研判 本月底到六月中旬 广州还将会出现三次主要的降水过程 鉴于南海热带低压发展趋势 以及对于广东的影响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汗防风防冻应急预案 和省防总的有关规定 广东省防汛防汗防风总指挥部决定 于昨天晚上八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降业 近日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御林市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 其中御林火车站下川隧道路段 以及地下出站口通道积水严重 导致火车站停车场不少的车辆被炮 这是5月28号凌晨4点 记者在御林火车站拍摄的画面 当时御林火车站下川隧道路段 和地下出站口通道的积水达到四五米深 火车站地下停车场内有50多辆车被炮 出现积水后 御林市消防救援支队和市政部门 利用多台抽牌水设备 对通道的积水进行抽牌 经过不间断的抽牌 当晚御林火车站的地下积水就排完了 那么这些被炮的车辆该如何处理呢 记者再次来到御林火车站 环卫工人正对下川隧道路面进行冲洗 各条车道恢复通行 隧道往下一层 是车站的出站通道和停车场 这里的善后工作比较艰巨 工作人员需要在黑暗中完成大面积的清淤 只有完成了这一步 才能开展后续的供电以及消沙等工作 这个厚度的话因为两天了嘛 它积的还是比较多的 太多了十来个 它保洁都全部负责这一个淤泥的清理 通过停车停车量的水盒呢 我们能够了解到当时地下停车位的水位 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步车 那这部车的车窗呢 现在是打开的 能够看到这个车子里面全部都是淤泥 而当时的积水呢 是已经大概到了方向盘以上的位置 记者注意到 每辆车的前挡玻璃上都放了一张告示 提醒车主及时联系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切勿启动车辆 目前已有部分车主联系了保险公司 随后将进行拖车定损和理赔等后续工作 昨天的17时40分 香港天文台发出了一号戒备信号 天文台表示 在距离香港约800公里内有一股热带气旋 可能对香港造成一定的影响 戒备将会维持一段时间 昨晚香港部分地区开始刮起大风 并下起了雨 不过仍有市民像往常一样在夜雨中跑步 香港天文台昨天下午5点40分 发出今年首个一号戒备信号 预计位于南海中北部的热带低气压 将于今天白天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 至珠江口一带 并可能会稍微增强 天文台表示 将市企强度的变化和风力情况 评估是否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 香港天文台提醒 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 即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并预测周日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 有狂风暴雨和雷暴天气出现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风季临近为避免旅客因暴风雨 而长时间的等候出租车 香港机管局近日宣布恶劣天气下 引入出租车派酬取号系统 去年10月台风小犬洗港 9号信号生效近5小时 机场快线和巴士停驶 大批旅客滞留机场 出租车排起了长龙 随着风季临近 香港机管局引入出租车派酬系统 让旅客不用再排队等车 香港机管局表示 当9号风球信号或黑色暴雨预警信号生效 以及在其他恶劣天气下 影响公共交通运行时 旅客乘出租车的需求增加 出租车派酬系统就会启用 旅客抵港后会有各种指示提醒旅客 等候出租车时间较长 可以先在取票机上取酬 系统会提供市区 新界和大禹山的出租车选择 排出系统不会增加的士供应 9号风球是没有的士改变不到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排出系统 那些人就很心急 就一直排队排队 由9号风球排到8号风球才走得到 所以这个目的是减少或者尽快 当风球落了之后 能够旅客迅速离开机场 愁上有二维码 旅客只要用手机扫描 就会显现出出租车轮后情况 机场也会提供休息区 提供数百张座椅 水和食物以及充电站 让旅客等候期间使用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近期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职业碰瓷团伙 这伙人相互配合专闹敲诈网约车司机 目前涉案三人已经被刑拘 今年一月底 网约车司机韩师傅 在南四环路边停车休息时 遇到两名男子 他们自称不会使用打车软件 想出钱让韩师傅 送他们去五公里外的丰台合议 现在下车的这个呢 就是坐在前排副驾时 比较年轻的这个男子 后排这儿是坐了那个年龄大的 韩师傅拉着两名男乘客 来到目的地后 其中一名乘客下了车 这时另外一名乘客 要求韩师傅再往前开五百米 韩师傅刚启动车 就听见窗外一声大叫 压到人脚了 这名男乘客直呼疼得受不了 韩师傅连忙拉着两人 来到附近的医院 可另外一名乘客却说 他朋友没带身份证 挂不了号 两名男子说 他们是跑长途运输车的 韩师傅不仅耽误他们出工 还私自拉伙 违反网约车运行规定 要求韩师傅赔偿八千元钱 不然就去相关部门投诉 当天韩师傅赔了五千元钱 稀释宁人 事后韩师傅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便报了警 丰台公安分局刑侦支队 会同合议派出所 对涉案两名男子展开调查 民警发现 乘车男子为王某 傅某 均有敲诈勒索前科 另有一名同伙 贾某负责驾车 接送王某 傅某到案发地附近 5月6号 民警在大兴区一处出租房内 将敲诈勒索嫌疑人 王某 傅某 贾某抓获 三人对敲诈勒索行为 共认不讳 目前王某等三人 因涉嫌敲诈勒索罪 已被封台警方刑事拘留 夏季是酒驾违法行为的高发期 一方面提醒大家要自律 而另外一方面的交管部门 也要加大执法力度 我们来看北京昌平交警 夜查现场的一幕 换作闹剧 晚上八点多 昌平交通支队 回龙贯大队民警 在北太平庄北街 开展夜查工作时 一辆小轿车 在临近检查点时 突然停下了车 没有啊 插着架出口气 我也吹 没事 我交得开车的 不用 走 跟着走 我交得开车的 经过酒精检测仪出山 驾驶位上的女驾驶员 并无异常 但面对执法人员 后排男乘客 却显得格外兴奋 再结合车辆的可疑举动 民警将他们再次拦停 进行了询问 刚才谁开的车 先把车灭了 先把车灭了 把车灭了去 我没喝酒 他没这儿说 刚拿着本来的车 这还没喝呢 喝多少 喝多少 一杯啤酒 果不其然 在对这门男子进行检测后 酒精检测仪闪了起来 民警也大致有了推断 之前你俩谁开的车到底 之前谁开的车 就是在茶酒之前谁开的 茶酒之前谁开的车 我开的车 你知道你开的 你干什么你给我说实话 那天天不要包笔他 帮帮帮你 帮找事 你说代价都叫了 自知躲不过去的驾驶员 拦下了意图继续扯谎的爱人 向民警如实供述了整个经过 东某也承认了 由于他的爱人是新手司机 怕晚上开车不太安全 就决定自己驾车 就是把车开回家 但是在开到 这个台湾上北街时候 发现前面有民警 在进行夜茶 茶酒的工作 就紧急与他妻子 调换了位置 经过检测 驾驶员 董某体内 酒精含量为 每百毫升 58毫克 达到酒后驾车的处罚标准 最终这个董某 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对其处以1500元罚款 同时驾驶商计12分 暂扣半年 近日 一男子 因酒后在列车上滋事 辱骂列车工作人员和旅客 被铁路警方 依法行政拘留5日 5月24号 由上海开往北京的T110次列车 在运行至南京至徐州站区间时 一名男子在9号餐车内饮酒 并使用自带的小音箱 进行外访音乐 滋扰周围旅客用餐 列车乘务人员对他进行劝阻后 该男子不仅不听 还辱骂乘务人员 乘警闻讯后 及时赶至现场处置 在劝阻过程中 该男子还继续辱骂周围旅客 T110次列车到达徐州站后 城警将嫌疑人张某 移交到徐州站派出所 做进一步调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该男子因涉嫌 在列车上寻衅滋事 被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5日 好 下面有请姜波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 姜波 好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为孩子购买了儿童的智能手表 主要是看重儿童智能手表 它的定位功能有助于更好的监护孩子 然而现在随着用户增多技术进步 儿童智能手表是越发的手机化了 除了定位通话等功能以外 还可以用来社交娱乐 这一趋势也是让众多家长感到担忧 孩子会不会因此沉迷社交娱乐 会不会被诱导乱消费 会不会看到血腥暴力的网络内容呢 人民日报对此评论说了 相较于成年人儿童的自治力和自律性确实较弱 对网络风险的辨别能力也较弱 如果儿童智能手表有过多的功能 却没有相应的保护机制 那显然是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的 为了帮助未成年人提高网络素养 构筑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 理应对儿童智能手表的安全性加强监管 成长环境影响成长路径 加效起各方应共同营造良好的氛围 稳稳的拖起儿童健康成长的明天 据媒体报道 眼下市场上有大量商家在销售各种 号称治疗或者控制儿童近视的神药神器 种类繁多价格不一 让人是眼花缭乱 不少家长也说了 不知道怎么做选择了 也不知道这些神药神器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还有一些家长直接说 带孩子尝试以后发现上当了 北京报客户端评论说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禁视率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 在这个背景下 整治禁视矫正市场存在已久的各种乱象就显得更加紧迫了 如果让这些禁视矫正市场的乱象继续下去 受害者必定会越来越多 当然这一顽疾久治不遇 也说明了监管下药的力度还需要加大 虚假广告大量存在 非医疗机构从事近视矫正诊疗项目 角膜塑形镜 护眼仪拉远镜 反转拍等噱头产品是层出不穷 这些乱象都说明要期待重权整治了 据媒体报道 去年内蒙古厄尔罗斯市对发生在当地的一起校园霸凌案做出了判决 四名施暴的学生被判刑 受害者17岁的女孩林丽因长期遭遇校园霸凌 患上了创伤后的应急障碍 不得不转到另一所学校戒毒 可就在近日因祸刑学生的家长举报 林丽转学违规 她又被戒毒的学校拒之门外了 林丽父亲向当地的教育部门反应以后 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 郑观新闻对此评论说 遭受校园霸凌的女孩被逼转学 又再次失学 受到的是二次伤害 提到俄罗斯 人们都会想到那句出名的广告语 俄尔多斯一座温暖世界的城市 可是这位长期遭受校园霸凌的女孩及其家长 却在这个夏天感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寒冷 眼下相关部门必须要主动做点什么了 千万别让一心求学的孩子感到心寒 那对此我们再来看一下澎湃新闻的观点 是这样说的 治理校园霸凌和保护未成年人应该是全过程的 动态跟进的 霸凌者必须接受处罚 情节严重的还应当要被送到专门的学校 进行矫制或承担刑事责任 对需要换个环境继续学业的受害者 也应该要有对接机制和解决的路径 目前这起校园霸凌案的后续呈现出了 失害一方的家长步步紧逼 而受害者一方却一再躲让的局面 这让人如梗在喉 相比直接切断霸凌行为 让受害者在风雨过后能够见到阳光 可能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 需要付出更大的心力和关怀 反霸凌路还很长 让被霸凌者顺利转学 其实不应该这么难 就在昨天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了第40批指导性案例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 北京青年报对此评论说 当前防范和遏制校园霸凌事件 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 也是一项重要的基层治理课题 我们期待各级法院能够强化担当作为 坚持能动司法 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司法案例 让霸凌者受到严惩 同时旗帜鲜明的为正当防卫撑腰 更加有力的保护和救济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进一步树立社会行为规则 捍卫法律威严 弘扬社会正气 根除校园霸凌这颗毒瘤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需要司法机关做出持续不懈的努力 同时还期待全社会各方面协同发力 紧盯未成年人保护的薄弱环节 建立和完善校园欺凌预防干预机制 进一步执密反校园霸凌的法网 呵护祖国花朵能够健康成长 好了 这时段暴联夏内容就这些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 好的 感谢江波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环球数评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武建靖三确认 在小林制药公司含红区成分保健品的原料当中 检测到了软毛青霉酸会对肾脏造成不良的影响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 截至5月27号 服用小林制药公司含红区成分保健品的消费者 已经有5人死亡 1600多人就医 累计280多人住院 那么这个软毛青霉酸 它是如何产生的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 副教授朱毅分析认为 很可能是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的 青霉酸非常容易在玉米大米上产生 15到20摄氏度的产毒量是最大的 甚至5摄氏度的低温储藏条件下 都可能发生霉变污染 大米是生产红区的主要原材料 因此红区的发酵原料 大米本身被青霉酸污染的可能性大 当然也不排除生产环境的 洁净度控制不好的问题 混入了软毛青霉菌 除了软毛青霉酸之外 这一次的样品检测还确认了 其他两种此前不知道的化合物的存在 日本方面的专家推测 这两种物质也是在培养红曲的过程当中 混入的青霉菌产生的 小林制药公司含红区成分保健品质 消费者死亡和健康受损事件 引发了日本社会震动 业内人士指出 红区事件背后折射出的 不仅有小林制药的生产管理问题 也有日本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缺陷 自小林制药3月22号 宣布召回问题产品 迄今公布的调查结果仍然有限 根据小林制药中央研究所资料 红区中的红区剧酮 能降低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而红区剧酮中发挥作用的药理活性物质 主要是莫纳可林K 与常用降血之药落伐他厅具有相同结构 落伐他厅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药品 但在日本尚未被批准为药品 可以看出小林制药的红区保健品 名义上是食品 有效成分 其实是药品 日本医药行业人士认为 小林制药应该清楚药品审批的难度 却用红区剧酮的名称 以功能性标示食品销售 规避药品审批 专家及知情人士还指出 红区事件与小林制药的不良企业作风不无关系 2010年至2011年 小林制药开展了第一个临床试验 却发生篡改数据丑闻 这次爆出问题的红区原料 均由小林制药大阪工厂生产 去年 这家工厂的雇员操作失误 导致30多公斤粉末状原材料撒到地板上 部分原材料被回收仍然用于生产 舆论还认为 红区事件背后 不仅有小林制药的生产管理和企业伦理问题 更有日本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缺陷 含红区成分保健品属功能性标示食品 是日本三类保健功能食品之一 生产商可以在产品包装上标示保健功能 无需监管部门审批 只需依规评估产品的安全性和功能性 并在上市60天前向隶属内阁府的消费者听备案 有日本媒体认为 功能性标示食品制度注重经济增长 而过于减轻生产商负担 以牺牲消费者健康为代价 为消除民众对健康食品的不安和不信任 必须对相关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昨天发布年度报告 显示2023年是西班牙自1961年 有相关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一年 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报告 2023年春季是西班牙有记录以来最暖春季 另外2023年12个月中 有9个月温暖很暖或极暖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表示 西班牙2023年平均气温为15.2摄氏度 较正常水平高出1.2摄氏度 这1.2摄氏度看上去可能不那么多 但放在一整年看 那非常多极其多 2023年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 记录到最为严重的一次干旱 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 均因严重干旱采取了进击措施 进入2024年 西班牙又经历了自1961年以来最为温暖的1月 本土平均气温8.4摄氏度 比2016年创下的记录高0.4摄氏度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日前报道 在风暴的影响之下 金伯利地区的阿什莫尔礁和斯科特礁 这两个珊瑚礁躲过了白化这一异常情况 自去年10月以来 澳大利亚这两处珊瑚礁 所在海域的海水温度一直居高不下 然而卫星数据显示 今年早些时候在当地发生的一系列热带风暴 使相关海域的温度下降了3摄氏度 极大缓解了珊瑚礁的生存状况 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专家表示 他们因此希望风暴和气旋能够出现 以降低海水温度 尽管暂时躲过白化 但科学家仍担心珊瑚的长期生存困境 斯科特礁从1998年的大规模白化中 恢复用了10年时间 而从2016年开始 研究人员又观测到了珊瑚在快速死亡 有研究认为 大规模珊瑚白化的主要原因 是海水长时间的异常高温 近年来很多珊瑚礁一直承受着气候变化 海洋污染带来的一系列生态问题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当地时间5月31号 超过4000份法国国宴菜单将在巴黎拍卖 他们记录了从拿破仑三世时期以来的 法国国宴宴会影视文化 这些法国国宴菜单 都是来自李洋厨师克里斯托夫马尔干的收藏 每份菜单的拍价 估计在10至1500欧元不等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份菜单 可以追溯到1868年 拿破仑三世时期的皇家晚宴 除了普通的纸质菜单 还有丝绸质地的菜单 以及各种绘制着精美印花的菜单 他们展示了150多年来 重要宴会上的饮食及其变化 在20世纪初的国宴上 宾客最多能享用18道菜 而如今精简到可能只需要5道菜 这些菜单不仅是精美的收藏 透过餐桌还能展现法国的历史变迁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范高名画《罗那和尚的星夜》 将于6月1号起在阿尔勒的艺术机构展出 作为此次展览的核心 时隔136年首次回到其创作地点的范高代表作 《罗那和尚的星夜》 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的目光 罗那和尚的星夜是范高于1888年9月20号的 一个晚上完成的作品 当时范高正在法国南部小城阿尔勒旅居 在这里他还创作出了夜间的露天咖啡馆 在阿尔勒的房间等传世名作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北京时间来到了8点56分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明天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 南方进入主汛期 据水利部预测 今年气象年景较差 一些江河可能出现较大洪水 针对汛情水利部组织开展 七大江河洪水调度和防御演变 通过模拟实战调度 完善防汛方案预案 为便利香港与内地人员往来 广铁集团将于6月15日调整列车运行图 增开往返香港西九龙站高铁列车 调整后 广州东站至香港西九龙站高铁列车 由每日20列增加至26列 较去年增加约一倍 此外本次调整还首开张家界西站 至香港西九龙站高铁 从明天起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将向在境内合法工作和拘留的外籍人员开放 并与境内考生实行统一的考试制度 符合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报名条件的外籍人员 按照就近方便原则报名 每年六月第二个星期六 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今年的主题为保护文物传承文明 主场城市活动将于6月8日 在辽宁沈阳举办 推出文明之光 红山两主与中华文明主题展览 活动期间 全国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 期间300多项相关活动 其中文物惠名服务达到3400多项 此前已经多次延期的 波音星际客机首次载与试飞 定于当地时间6月1日发射 目前参与试飞的所有系统 设施和团队都已准备就绪 发射地点为 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脚太空军基地 中美将开启新一轮 大熊猫国际保护研究合作 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 一对大熊猫宝地和青宝 将于今年晚些时候赴美 为了迎接大熊猫的到来 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启动了 场馆改造工作 增加大熊猫活动空间 中方专家今年上半年 以三次赴美 开展相关指导和技术作商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 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